女孩为了付出 将自己的双手 改造成了两把镰刀 从此 她也成了世界上 用到最快的人 这天的报处之日 终于到了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小伙被杂物瞬间压倒 正当老头想要去查看时 主编响起了 女人的怪笑声 顺着声音 老头走了过去 突然 一个浑身不满镰刀的 女孩出现在了眼前 老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当为十一晚 下一秒 她就被欠个成了两半 就这样 拼了何方 接下来 轮到小伙了 女孩迈着她拉上镰刀脚 朝着小伙走了过去 小伙吓得连连后退 就在这时 阳光照在了女孩的脸上 女孩拉张猙獰的面孔 显现了出来 这让小伙更加的害怕 见时机成熟 女孩开始发动了攻击 突然 她的表情露出了惊恐 小伙低头一看 原来是金属发出的声音 她尝试再次摇晃 女孩伺服更加害怕 这也让她找到了 女孩的弱点 小伙赶紧拉拉起来 拼命的摇晃 女孩也不当地躲避开来 小伙则乘身追击 继续想尽逼近 刺耳的撞起声 让女孩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双脚便慢慢地向后退去 忽然 小伙不小心被绊倒 摔到了地上 螺丝也被撒落了一地 惊恐的她抬头看向了女孩 但女孩早已切开了墙壁 不知去向 当心女孩再次回来复出 小伙将螺丝做成了挂件 每天待在身上 这一晃就过了八十年 直到这天 水避避切割 小伙意识到这天还是来了 此时的女孩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 会我这长刀开始了示威 老头也赶紧换了几尽挂件 但显然 女孩已经不再惧怕 专题的声音了 这下 老头可要完蛋了